欢迎来到成兴娱乐生活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事实未正 迪丽热巴在新疆真的很路人 网友,心脏哇凉哇凉的 相信网友们在平时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娱乐圈大众明星的发展 而通过观察娱乐圈当中的明星 我们也能发现娱乐圈当中的明星 几乎个个都是大美女 尤其是来自新疆的这几位女明星 就比如说迪丽热巴鼓励纳扎还有佟丽亚等 她们的长相在整个娱乐圈当中 真的可以算得上视角角者了 并且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新疆这个地方本来就盛产美女 有很多的网友也是因为 新疆这个地方有着非常多的美女 所以选择来到这里游玩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迪丽热巴 还有古利纳扎同利亚她们的长相在新疆也知算及格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未证 迪丽热巴在新疆真的很路人 网友 心脏哇凉哇凉的 在最近的时候就有一些网友把新疆的路人拿出来和古利纳扎 还有迪丽热巴她们进行比较 通过照片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女生的长相 真的是十分的美 但是这两个人到底谁更漂亮呢 说实话 这一点是谁都说不准的 毕竟每个人的审美观念都不一样 在之后的时候甚至有一些网友也是直接说迪丽热巴的颜值放在新疆也知算及格的水平 那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在之后的时候网友们也是分析了迪丽热巴的优势 虽然说一个女明星享受到网友们的喜爱颜值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想要在娱乐圈当中立足下去拥有的也不可能 只有颜值更多的应该也是她的人品 人格还有她的实力 不得不说这些网友说起来还是相当的有道理 娱乐新闻 迪丽热巴 Angela Barbie 刘亦菲 妮妮 白百合 陈毅 周东宇 关小彤 邓卫 郭德纲 郑和惠子 段亦红等合集 迪丽热巴目前的流量和人气让很多剧方会喜欢拿她溜粉 周东宇跟沈妍导演有合作意向 沈妍后面有现代都市剧的项目要开 剧本大刚给周东宇看过了 关小彤这两年一直在调整团队 家人对她工作上的安排 不会过多参与 都交给专业人士打理了 郑和惠子也会参演 景田和徐凯的新剧乐游园 Angela Barbie 有一些人脉还是黄晓明那边的 成毅的底线快开机了 他之前都是拍偶像剧比较多 这部剧偏主流方向 对他来说也是个蛮好的资源 刘亦菲之后的作品上线 合约也要求他多营业一些 雪中汉刀行2目前片方还没决定要制作 自然也就没有换脚一说 邓卫山何诊的你邀名单有他 不过要看看有没有流量花街了 郭德纲大部分活动都停掉了 但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没多大影响 迷迷现在还是想拍电影 不过他手头上的本子大多是美艳角色的 他想多尝试些别的 段亦红一直都是戏如命 很少上综艺 基本不搞副业 只专心把戏演好 王嘉尔现在牵扯出来东西不少 公司那边也怕影响太大急忙发了声明 白百合准备电视剧电影两边同时抓 女歌手虽然一直算不上一线 但这些年依旧赚了很多很多钱 一部分钱是自己赚的 一部分钱是交往过的男人给的 他恋情很多 只不过不是爱逗大家不太有所谓而已 之前当过一次小三 和男方被迫分手后 男方还对他依依不舍 给了一大笔钱当生活费来着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 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感谢观看视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